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点看 今天是1月12日 星期四 今天有三宗新闻跟大家分享 第一宗新闻就是突发新闻 关于6日前 一个自称三合会的男子恐吓一名小巴司机 还答了跟别人说自己是来自哪个三合会的男子 以及恶告警告小巴司机 你不用出来混合的男子 今天就被警方拘捕了 在警方拘捕他的同时 也在同样的地方拘捕多两名女子 还有在他居住的地方找到价值超过100万的非法药物 以及有一大堆战略性物资 当中包括防毒面罩、过滤器、护目镜等 当听到这些物资名单的时候 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起黑暴 现在就等于真相大白了 发现了这个男子 他没有说谎的 自己又真的做了很多非法的勾当 但是有时候做人太高调 走去跟别人撒气 还要被人拍照 被人拍了车牌 结果警方要去跟进的时候 很快就已经可以做到事 就算这个男子尝试潜逃也好 潜逃了六天 警方就已经可以把他找了出来 拘捕了他 对于这一单这么好笑的新闻 当然就要去和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第二和第三单新闻 都是与骗案有关的 特别需要提醒一下各位观众 因为现在最近的坏人又有新式的骗案玩法 还要是说不熟不熟 特别是说 知道你是同事的时候 原来说一个谎 就可以哄到你 等于拱手商量了自己整个身份出来 去给人借钱 还要是说一扣过就被人借了20万 其实还好过去偷 因为你说你去拿别人的荷包 打别人的荷包也好 其实一个人的荷包 永远不会有20万现金这么多 对不对 但是当你能够导用到一个人的身份 然后用他的名义向银行借钱的话 当中的金额就数以十万计 相当之得人害怕 如果你不想回工 突然间欠债几十万的话 当然要看看骗徒究竟用什么方法 去成为你的同事 然后再拿你的身份去借钱 接着第三单新闻也是骗徒 不过相信就是另外一批骗徒 他们假扮是股票应用程式的工作人员 去联络大家 接着就说 你的账号又怎么怎么怎么 接着又叫你入钱 诸如此类 已经有人中招 并且是损失了210万 对于骗徒的手法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身平够走 只要提醒大家 我相信很多观众 都可以再次对这些新式的骗案免疫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扫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还有记得按隔离的小钟 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首先看看黑社会事件 上周五六号一名本地男子 在长沙环广场对出的马路 和另一个小巴司机争执 其间曾达到自称黑帮作出恐吓 警方留意到网上流传的事发片段 由于案件牵涉公共交通工具 和涉案的男子行径网顾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和公然自称黑帮成员更加无视法己 警方随即展开深入调查 迅速锁定目标人物身份 更揭发这个人干犯了多宗刑事案件 而被通緝 至昨天晚上 警方的有组织三合会调查科 採取行动 埋伏到姓胡的35岁男子 他在大埔的御所外面被人卜了 警方趁他离开单位的时候 上前去查折 并且在他身上 检获到210包合共重 101克的华尔药物 与他一起走的男子也被人拘捕 然后把他们压界到住所进行搜查 警方在屋内发现这名男子 他有同居女友和一名印容 在彻底搜屋之后 再找到1.6公斤的药物 另外也找到39万的现金 和一批的战略物资 当中包括8个防毒面具 9个过滤器 还有7个护目镜 全部都是全身未经使用 另外警方也在住所外 拖走了一架私家车 相信正正是事发时駕駛的车辆 整宗案件所检获的药物总量 价值达到170万港元 35岁姓胡的男子 报清无业 华尔有黑帮背景 他和其他三个人 即30至57岁 涉嫌贩卖药物 和违反进出口战略物品规例 正在被拘留调查中 警方重申打击黑社会 和犯罪集团 还有有组织的罪行 是警务处处长的首要行动之一 警方会持续展开执法行动 打击所有非法活动 其实在三天前 警方根据车牌号码 已经拘捕了司机 但当时我也有一丝疑问 为何拘捕了司机 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去显示 但如果用常理去推断的话 真是的 即是当日和小巴司机 发生争执的那辆名贵车的用途 相信应该是用来做 俗称派货的行为 那辆车也变成了俗称的快餐车 整件事其实变得很难以理解 因为正常你做坏事 你应该是越低调越好 甚至乎在任何交通争执上 不管是自己错 还是别人错 自己都应该要道歉 希望息事宁人 甚至乎 拿几千元出来 希望算数 大家不要报警 不要做什么做物 最好是私了 但那天我相信大家都有看过那条片 那段新闻那么热 明明是两辆车都未有撞在一起 本身大家都未需要报警 找警察去判断 究竟谁对谁错的状况之下 想不到那个男子 这么有勇气下车和别人杀气 还要下车也算了 还要看到别人拍片的时候 基本上不管了 想着抢别人的手机走 甚至乎还要去搭档 现在科技这么先进 其实不怕你搭档 最怕你就是不搭档 因为你搭档 整条片放上网 就算不用自己去警署报警 警方都会做事 你居然还要去和别人杀气 还要周围告诉别人 我姓什么 你正常人都不会告诉别人 自己姓什么 他姓陈的 这个姓和的 我姓梁也不会周围告诉别人 结果姓梁也不是错的 姓王也不是错的 但是你告诉别人 自己姓和 那就出事了 警方就高度关注了 还有 如果他有看报纸 或者他叫做正常有部手机 都知道自己的样子都阳光了 正常你知道自己阳光了 是否应该低调 又或者是住在酒店 又或者是怎么说呢 你无论如何都好 你都要和那些有毒的东西分手 分开一二边 但他又不是的 他又很勇敢 可能他信了某套哲学 就是说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所以他继续和那些非法药物住在一起 自己就很安全 结果他安全了六天之后 最后就被警方调查到 还在住所外面找到他的车 连车都没有去处理到 其实他被人捉完全是自己拿来的 不过也是一件好事 因为这些人那么蠢 因为这些人那么冲动 那么喜欢和人杀气 所以警方才可以这么容易这么快 能够追踪到这个人的行踪 还有能够人装并获地 不单止在你身上找到东西 原来你后面到门的家 全部都是货来的 那就对了 我自己这次也上网研究过 原来价值一百七十万的分量 是说的刑期是二十年起跳 结果当天空人空得很爽 就说你不用了 结果自己也准备有二十年可以不用了 35岁出回来的时候 最起码50岁 接着就说说那些物资 有护目镜 有防毒面具 首先有这些物资 不代表它是黑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门徒》这一出戏 有一幕 刘德华在吴彦祖面前 亲自示范如何用化学 混合来混合去 又用搅拌机架 之后就形成了那些非法药物 因为当中牵涉很多化学步骤 所以在场的每一个人 刘德华和吴彦祖都要戴眼罩 还要戴防毒面罩 否则长时间在这些所谓的工房里面做事 就会随时中毒 所以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些面罩面具 是不奇怪的 未必跟黑暴有关 当然啦 如果用标题党来说 肯定是识别人的黑暴 其实这些人真的很愚蠢 每次为了几千元的报酬 结果就断送了自己的前途 就算曾经有得开车也好 但原来开车的代价是要失去二十年的自由 那就是你开我那份 接着就下一单新闻 大家就要提醒十二分精神 因为科技的进步 真的越来越容易被人欺骗了自己的名义去借钱 警方就在去年的七月先后接获两男一女的受害人报案 他们年龄介乎38至39岁 分别声称自己是收到不明的追溯信 或者是在查阅信贷记录的时候 就发现自己在2021年就有一笔借贷记录 华尔有人冒充自己身份去开纳虚拟银行户口 并且申请私人贷款 荃湾的科技罪案调查科经过追查之后 就锁定了犯罪的团伙 先后就在去年的8月就在黄大仙那里 拘捕了30岁的集团主佬 并且在昨天1月11日的时候 分别在元朗和黄大仙 再另外拘捕多两名分别是26和29岁的女子 他们就涉嫌诈骗和洗黑钱 据了解 集团的男主佬曾经任职非牟利的机构 和三名事主是前同事的关系 不排除主佬利用职务之便 非法获得市主的身份证 和银行文件 还有税务文件等等的资料 并且透过哄受害人 使用手机的辨念程式 总之就是哄他 然后获得自拍片段 然后利用虚拟银行网上开户的人念识别步骤 结果就能够顺利开户 这个证验集团一共开了五个虚拟银行户口 并且分别批出20-40万港元私人贷款 总额到180万港币 行动中警方检获了多部怀疑涉案的电话 和一批银行文件 正在和银行保持联络 继续调查案件 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 呼吁市民要小心保管个人资料 肖像和私人文件等等 如果怀疑自己被人欺骗 就需要立刻向警方求助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在什么时候需要用到面部认证 我说一些真实例子 例如我的微信钱包 我需要提高限额的时候 需要做身份证明 当中除了我要拍摄自己身份证之外 也就是说我要拿着手机对着自己 然后又要对着镜头眨眼 然后左边又一张 右边又拍一张 要拍几次才能通过验证 就算是支付宝也好 我也做了身份认证 基本上又要对着镜头眨眼 然后又要望左又要望右 拍几次才能通过到的 现在的验徒就说 跟你做同事 然后就跟你说 我单了一个APP使用来变念的 很有趣 不如你也玩一下 用我的手机玩一下 结果就拿着 然后就拍照 拍照 然后拍照 拍照 验徒总会有他们的技术方法 只要拍到 就可以拿去骗虚异银行的面部识别系统 然后就可以再加上他 因为职务之便 拿到别人的身份证副本 和身份证 又知道住址等 接着就可以去拿别人的身份借钱 借完钱之后 很明显就是由他的同僚 由他的同伙 去提演 提完演之后 就把钱洗干净之后 就可以再去用 所以如果有一天 你有同事 突然走来拍照 又说有什么需要拍照 还要不单只拍一张 前后左右 周围都要拍照 那你就真的要小心一点 其实类似的骗案 都有些衍生 差不多类型的骗案 以前有些人很喜欢在街上 请一些妹妹仔 找你做份问卷 做完问卷 会有东西送给你的 那问卷里面的问题 其实也是废 最重要就是想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然后就知道你什么电话 因为有了你的电话号码 和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之后 他们收集完那些数据 有些没那么坏的话 就会把这些个人资料 卖出去 卖出去 被人去做传销 又或者 将来是打电话 就是那些什么猜猜 我是谁 那些打过来 骗你都不顶 但是 现在科技的进步 因为有虚异银行 可以触不出户 就开银行户口的关系 所以现在呢 以前是有出现过的 即是那些摆摊位的那些 就说什么 拍摆你的照片 拍摆你的身份证 接着就一声 可以拿你的名字去借钱 所以呢 但凡那些说什么 街头摊位 要去到影你身份证 就算他自称自己 是某某银行的摊位 也好 你都要去求真正清楚 因为我记得一年前 是跟大家分享过的 有些人是邪恶到 假扮自己是某某银行 接着就开摊位 就说帮人去处理信用卡申请 接着又说送水煲 又说送什么 送过那些电池炉 那些 接着有很多人排队 结果最后呢 又被人拍了照片 又被人 还要是自己心甘情愿 拿了身份证给人去影印的 结果当时也有不少人 好像是说五六个人 是被人冒映了身份去借钱的 所以大家就真的要小心点 还有便宜莫贪 街上那些 甜份问卷 又说送油 送米 那些 除非人家是什么社区牌头 还要是 你知道人家是谁 接着呢 不需要拿自己的身份证出来 你也可以勉强考虑 否则便宜莫贪 因为真的越来越多人 去这样 拍摄你几张照片 就可以收工 接着呢 就说了第三单新闻 就是究竟那个另类的骗案 又是怎么做的呢 那我就不读新闻了 直接用自己的说话去演绎 最近那些骗徒 就会利用SMS 就跟你说 你好 我是某某股票应用程式的李小姐 现在有事找你 接着就麻烦你联络我 下面呢 就会贴上一个他WhatsApp的超连结 即是说你一按下超连结 就代表了你可以和他WhatsApp 那他们所发送的SMS 和我之前和大家说的 顺风快递SMS那招是一样的 那这班骗徒呢 首先就会把自己的名字 改造和别人正规的股票公司 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 接着当你利用SMS 去打开去看讯息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整个对话记录 你就会看到上面那些 接着你就会觉得 咦 真是别人家公司 发过短讯过来 但是呢 这个只不过是别人 利用了SMS 显示漏洞的一种障眼法 让你信以为真 以为别人真是股票公司 有人去联络你 然后呢 当你真是信他是真的时候和他聊天 然后他就会有很多的说话 有很多的话术 去哄你把钱发给他 然后呢 就等于被人骗了些钱 都不介意直接开名 因为不是说帮人卖广告 最近呢 是富途牛牛 因为我自己都收到相关讯息 骗徒就会直接跟你说 这里是富途 我就是不知道什么Cindy Sherry 叫你立刻联络我 为什么我会收到这些信息呢 还有 我看回个SMS 上面呢 亦都真是以前富途牛牛 联络过我的真正官方信息来的 为什么我会有牛牛呢 因为之前不是和大家说过的 我有买绿色债券的嘛 我买绿色债券的时候呢 就是经过富途牛牛买的 我实际上收到这个诈骗信息的时间 好像是前日了 由于我知道是骗案 所以我都没有什么在意 还有 在几天前 都已经有人在网上说 但是我刚才看新闻的时候 就发现了 原来有人中了招 还要是被人欺骗了210万 其实富途牛牛那边 自己都有去报警 然后呢 新闻就写了 这个骗徒组织呢 应该是利用一些电脑程式 跟着就在群发信息 是说 短短几个礼拜里面 就已经是发放了五千个类似的SMS 看看有哪一个中招 最后呢 真是有人中了招 被人欺骗了210万 所以呢 大家就真的要留意下 因为可能有不少人都有买过股票的 无端端的股票应用程式跟你说 喂 有职员联络你 那你可能第一时间就会信了人 跟着那些什么验证码那些 就给了人 跟着呢 人家就可以利用你给了的验证码 就转个头 拿下你的股票 跟着帮你卖光它之后呢 再套现 直接送到自己的银行账号 都没问题的 所以呢 这方面大家要小心点 而且对于SMS来说呢 大家要有一个新的概念 去看待这一件事 就没那么容易被人欺骗的了 总之呢 SMS 人家发出什么超连结给你 千万不要按 还有 SMS 在十五年前 或者二十年前 人家就真的用它 来当WhatsApp 去沟通的嘛 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多应用程式嘛 那时候就算是用2G的功能手机 都可以用SMS 去跟人们沟通的嘛 但是呢 去到现在2023年呢 其实SMS的用途呢 在我眼中基本上只有2个而已 第一个呢 就是用来认证身份 就是说 你要去证实这个电话号码是你的 所以呢 人家就发个验证码给你 接着你再按个验证码下去呢 去证实你本人是持有这个电话号码 最大一个功能就是用来证明真身 第二个的功用就是说 人家去发一些讯息 去通知你某行的事情 但是呢 SMS发展到现在呢 就绝对不是一个用来对话的工具啦 其实呢 如果有些人去跟你说 喂 SMS找你 接着叫你再用其他途径去联络自己的话 这些十有九都是骗徒来的啦 因为现在你要聊天 你怎么会SMS人呢 你正常不是WhatsApp人 再不是微信人 是不是 因为SMS呢 还要是收钱的 正常来说呢 没有人是说会用SMS 走去跟你聊天 跟你认亲认戚的 那么很多时候 为什么这些骗徒会用SMS呢 就是因为呢 原来现在那个会令人混淆是听的 那个对话记录的那个笔呢 仍然还在 没有办法分得清楚 哪一个是骗徒送给你的 哪一个是真正公司送给你的 令到有很多人有所混淆 所以啦 SMS那里来说 基本上 你通常 只是用来证明真身的 就算我刚才所说的 第二个功能 用来接收一些宣传信息也好 基本上 绝大多数 要么就是那些垃圾的广告 再不是的 就是骗你 假扮自己是什么 重要人物要跟你沟通的 我以前也收到有什么 卫生处法SMS给我 又说什么 我安心出行功能异常 我浪费啦 安心出行也产了 还怎样功能异常啊 大佬 昨天收到这个SMS 真是笑爆肚 觉得呢 其实香港政府应该要做一下事 因为电话卡实名制 都搞了一段时间 到下几个月就好像完全实行到 但是呢 对于这些诈骗 SMS 和那些 经常打过来猜猜我是谁 那些 感觉上警方除了是说 真的有个长者 这么醒目 约了骗徒出来之后 警方才可以行动 究竟警方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是说 骗徒没开始骗人的时候 就已经可以上到他们的办公室 将他们一窝端捉了他们呢 因为我每天都收到三四个这些电话 幸好我的电话应用程式 就懂得自动阻止他们 但是我也会觉得烦的 还有整天总会有 八十岁九十岁的长者 是被人骗的 希望警方在这方面 就可以放多点心力去做事 因为我自己都知道 被人骗 还要是把自己血汗钱 甚至乎是叫做棺材本 被人骗走了 那个感觉是一定不好受的 希望警方可以在技术方面 有多些的倒截 去保障一下我们市民 对不对 好了 今集节目就来到这里了 我们就明天早上再见 好 就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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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